欢迎收听古风穿越爆笑言情剧《第一娇》 作者 苹果小姐 小仙女 追马 领衔演播 第五十六集 承京 战无不胜的苏青 人生唯一翻不过去的大山就是他爹娘 闹回路清奇的 让他手足无措 茶喝完了 偏侯摆摆手 俨然一个慈父 道 行了 回去吧 快成亲了 最近就不要到处乱跑了 苏青道 可我还得查案子呀 偏侯吃得一哼 案子不用你查 让酒店下查吧 他要连这么个案子也查不清 道真是 道真是怎样 苏青没有听到 因为紧接着 平安侯就瞪苏青 你怎么还处在这儿没走 而且是很惊讶的表情 仿佛他以为苏青已经走了 苏青立刻转身就走 出了书房 苏青总觉得他爹刚刚的话 画里有画 好像他爹早就知道荣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荣恒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唉 苏青常常一叹 可惜 许多疑惑 从小到大 不管他怎么磨 他爹娘都收口如瓶 就比如他到底是如何失忆的 爹娘一口咬定 他是吃饱了撑的 有关女尸和镯子的案子 苏青当真没管 时光流转 眨眼就到了成亲的前一天 清晨的西光里 苏青挣一身霸气地打完一套拳 伏青一脸如临大敌地奔了进来 主子 了不得了 出事了 上次伏青用这个表情奔进来的时候 是告诉他皇上赐婚了 这次又出了什么大事 苏青用干帕子擦擦脑门的汗 看向伏青 什么事 就一早 我安伯府的姑娘 被抬进酒店下的府邸 去做侧妃了 伏青大喘着粗气道 自从上次北宴使团一事之后 侧妃之势就被割下了 苏青擦汗的动作缓了缓 皱眉 怎么还用不怕死地上赶着做侧妃 嫁给荣衡这个病秧子 随时要手寡就够倒霉了 还要摊上他这么个杀人如麻的竹母 这些人的脑子怎么长的 而且文安伯是郑国公夫人的亲弟弟 文安伯府的姑娘都很抢手的 他家哪个姑娘 苏青问福星 福星道 宁远欣 宁远欣 文安伯的嫡女 文安伯疯了 文安伯肯定是没疯 郑国公夫人也不会疯 宁远欣是京都有名的财女家人 更加不会疯 原本人人避之不及地侧妃 她突然去了 一定有阴谋 李清楚思路 苏青继续擦汗 福星急得不得了 主子 怎么办啊 苏青一脸轻描淡写 什么怎么办 难道你担心你家主子打不过他 福星摇头 一脸担心 不是啊主子 像他们这种被精心养大的姑娘 都会玩阴的 苏青笑得轻松 怕什么 阴的咱玩不过他 咱可以玩明的呀 福星茫然 啊 苏青就戳福星脑门子 你傻呀 我问你 乱后台他爹厉害我爹厉害 福星一脸骄傲 当然是猴眼 那论重要性 我对九殿下重要 还是他对九殿下重要 福星翻着个小白眼琢磨 九殿下都病得要死了 只有主子能救他的命 而这个宁远心 一个和九殿下没什么感情基础的女人 怎么能和命比 福星果断做出决定 主子重要 苏青就笑 所以 你觉得 我要是不痛快了 往死里揍他 九殿下会拦着我不 福星毛色顿开 一脸崇拜地看着苏青 还能这样操作呀 福星宛若打开了新世界 哦 主子 那是不是以后 咱们在九殿下的府里 可以横着走 苏青点点头 没错 福星一扫满面担忧 眼底迸射出意义光泽 正在翻墙的荣衡 要巧不巧听到这段对话 脸一黑 又翻回去了 常青还没有翻 就见他家殿下又回来了 疑惑道 这么快 宁远欣作为侧妃 被抬进府 荣衡也很意外 他原以为 没人愿意找死的 没想到 不知道是不是脑子抽了 宁远欣前脚进门 他后脚就朝平安侯府奔来 他想给苏青解释解释 至于解释什么 还没想好 至于为什么要解释 没想过 现在 哼 人家根本不需要他解释 荣衡 黑着脸 眉里长青 臭身离开 长青茫然地跟了上去 出了平阳侯府 长青追问道 殿下 未来王妃 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呀 荣衡咬牙切齿 修炼成精了 长青 横着走的螃蟹精 横着走的螃蟹精 对于自家主子莫名其妙的黑脸 长青表示不能理解 但是他总结出来了 自从主子搭上了未来王妃 就变得现情古怪 喜怒无常 听人说 忍之将死 脾气也怪 难道 殿下真的大献已至 长青同情又担心地看着荣衡 半晌 常常叹了一口气 唉 殿下 您想吃点啥 想吃啥 就吃点吧 荣衡转头 正没看长青 长青另眼汪汪 心痛不已 殿下 奴才舍不得您呢 京都繁华的大街上 长青情绪崩溃 嚎啕大哭 荣衡顿时恨不得 把他塞到地方里去 咬牙切齿 你哭什么 长青抹着泪 没什么 没什么 殿下都要死了 他怎么能说那种出眉头的话 不过 长青打小跟着荣衡 他脑子里转什么 荣衡一眼就能看穿 看穿之后 荣衡的脸就更黑了 为了避免长青继续丢人现眼 荣衡只得将苏青和福星的对话 压着声音告诉他 长青听完 整个人就不好了 然后哭得更加悲伤了 为什么又哭 荣衡不解 长青担忧道 奴才会被打死吧 荣衡 你能有点出息不 主仆两个正说话 对面四皇子气宇宣昂地走了过来 九弟怎么在这里 荣衡脸了神色 疑惑地看向四皇子 我不在这里应该在哪儿 四皇子笑道 哼 府中家人相伴不好吗 我可是听说您侧妃 琴棋说话样样精通 多听听琴 兴许九弟的病 难好得快些 转眼看见眼镜发红的长青 四皇子道 长青 却是哭了 长青知道 四殿下刚刚的话 就是在挖苦他家殿下 正妃没进门 就先抬了侧妃 这不仅是侮辱平阳侯府 对他家殿下 何尝不是一种侧辱 长青一脸悲痛道 回禀殿下 我家殿下早上 看到宁侧妃的脸 就吐了血 奴才觉得我家殿下 怕是命不久矣了 点赞评论分享 是最好的催更方式 更是我们的动力 我们下期见